這就是我們這次抽獎的五樣東西啦 上一部影片應該都看過了 那我們現在要跟大家講一下我們要怎麼抽獎 那我們現在畫面切到電腦一幕 好啦那我來教大家怎麼抽獎 抽獎的話呢其實你就是在我的 現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說 我 我要抽獎 然後呢你一定要記得喔 你後面要加上你的電子郵件 像是這個 我的信箱就是 J32975-GNAL.COM Gmail 這樣子這樣就好了 然後你就按送出 不是 對 就留言就對了 這樣子之後呢 到時候呢 我要抽獎的時候呢 我就會 在這篇留言裡面 直接抽出來 那應該會很多人問我說 那傑森你是用什麼東西抽獎 我現在演示一遍給你們看 現在呢 是這個影片 大胃王挑戰賽 我們從這邊抽 對 從這邊抽 然後呢 我現在呢 會點開一個網頁叫做 YouTube的那個 影片留言抽這樣 點開來 你可以看到這個有沒有 看到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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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個時候呢我要把影片的那個留言 複製過去 把影片的那個 網址喔 先複製到這邊來 關鍵字呢 很簡單 基本上你們 因為如果大家到時候 格式一樣的話 我只會用一個東西 小老鼠 關鍵字就是小老鼠 小老鼠 就這樣子 因為你們都一定會打到小老鼠 我一定要看到你們的add 對 所以你們記得 你們打你們的電子郵件的時候 一定要打出小老鼠 這樣子就代表說一定有可能就會抽到你們 按提交 有沒有看到 就會有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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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就會抽到 那 欸 這樣就是Jason這種講 好吧 那我們其實我們現在 再做隨便一個實測好了 實測喔 實測喔 你們看喔 水餃 對不對 這一個水餃 這個 水餃 看到水餃 一樣在這邊打水餃 水 水餃 好 OK 水餃的話 剛剛你們看到那個什麼 藍色頭貼的那個男的嗎 對不對 男的女的不知道 按提交 會中誰呢 不知道 喔 這個 邊緣人 Tom 嗯 好不好 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用這個概念 對不對 他就是隨機抽出一位喔 你看再提交一次 水餃 欸 欸 又來了喔 再提交一次 是用這個方式來抽喔 我們用這個方式來抽 用這個方式來抽 那到時候呢 就是這樣 到時候你們 對 那抽獎部分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之後呢 抽中的人我到時候會 公布在我的YouTube社群 IG 還有我的臉書 臉書應該是不會啦 對臉書應該是不會 我的IG 跟我的那個 YouTube的社群 那大家就是 密切留意一下 那 這個東西呢 留言我開放到 欸 我 4月5號 好 人去台中 我們留言開放到 4月 10號好了 好不好 我們就只開放幾天而已喔 只開到幾 因為 4月10號呢 我們要出去吃飯 那那一天 我只要一踏出家門的時候 我就會把 我就會把這個影片的那個 留言關閉 好 關閉完之後呢 可能哪天半夜 我就會開始抽獎 這個時候應該就不會有人在 就不會有人留言了 我會突然抽 我抽獎時間 不一定 反正我會在 20號之前抽出來 4月20號之前 會把它抽出來 對 OK 那你們就盡情 期待 抽中獎品的人有哪些 大概就這樣子 OKOK 這個觀眾啊 剛剛看完小毛辣泡麵 然後過來看水餃 好啦 大概就這樣子啦 那就是謝謝你們 留完訂閱 有你們 才有現在的我 OK的 好不好 就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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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掰掰 請問一下 給我 採用 就這樣 答應